妈祖托梦除了让台湾首富决心选总统 也希望大家帮帮植物人 今年来受到电子发票跟千换奖金的影响 壮士基金会受赠发票已经是逐年减少 而创世台中分院这一天是号召了国小学童 扮成器额敲打冰砖 象征打破目击困境 并推出了捐发票送桌游 要鼓励民众来响应做公益 小朋友戴上可爱的器额帽 扮成器额敲打冰砖 象征打破目击困境 今年受到电子发票与千万奖金影响 创世基金会受赠发票逐年减少 这次希望搭上妈祖顺风车 为创世抢救发票 今天很高兴我们大人国小跟宋子国小 也来到我们创世基金会 然后跟着我们所谓的妈祖 然后扮演这个小器额 然后要呼吁大家一起来顺手捐发票 救救植物人 那只要50张的这个发票 这个兑换这个拯救器额的这个桌游的游戏 基金会表示 受到环境影响受赠发票量锐减四成 以台中基金会为例 过去平均一个月41万张 如今一个月剩31万张 为了鼓励民众捐发票 创世推出捐50张发票 索取拯救器额桌游的爱心游戏 我觉得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活动 可以帮助很多植物人 让那些无家可贵的人 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 那个可以帮助很多的植物人 可以 就是可以让他们有很多东西 食物可以吃 可以叫植物人 可以叫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很多 妈祖 说什么话 说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 因为如果捐100个发票 可以拿到100个左右 耶 台中市松竹国小和大人国小学童 也一起响应活动 希望募得50万张发票 支持植物人安养经费 呼吁大家顺手捐发票 爱心码919 一起救救植物人 借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 帮助 有主人 你们 几link 在 untu